HELLO,大家好,我是秋天楓夜 雖然新卡爆已經實裝了 但我依然可以繼續來介紹撐空氣象裡的精靈卡片啦 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是第一張紅卡 絢麗的紡織者,格魯瓦 本身體質544 能力是給予主戰者回合開始的時候得到一張絲線 如果在上個回合受到4張以上 就會得到2張絲線 但這個能力沒有辦法跌跤 爆能8還會拿3張絲線再回復3PP 這個能力好不好用,就得看看絲線是什麼啦 絲線,一費法術牌 能力是給予一個從者加0加1的效果 如果在這場對戰中使用了4張絲線的話 第5張開始就會給予從者1回合可以攻擊2次的效果 是一張相當強的存在哦 在加強從者的同時呢 還可以在後期變成人人都心爆的場面哦 只要鋪出來場面沒有辦法被清乾淨的話 就能走臉一波 實在是非常強大 另外絲線也不難取得 在後期就能靠爆能強化得到3張 每回合也會給1張 最快可以在8費達成開啟心爆能力的條件啦 真心很強 尤其是這個能力是基於主戰者 並且目前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清除的情況下 相信會是新版本妖精的新玩法哦 如果在無限之區配合甲衝 我還是別想了 太恐怖了 再來是第二張紅卡 重生的四神獵人 塞爾文 本身體質535 自帶守護 能力是入場前如果用了2張卡片 就會打敵方一個從者4點 如果用了4張卡片 就會再掃敵方全體從者2點傷害哦 集中2的時候還能給對方從者2點傷害 兩費打2就其實還好 整體來說還是一張不錯的解卡 問題是在於使用章數的問題 首先目前妖精靈費的只有營火 而營火只能靠精靈公主拉出來哦 在甲蟲正守在無限之的情況下 估計不太可能再出0費卡 所以在沒有營火的情況下 至少要7費才有4點的解藏 9費才有2點的AOE 之後場面就只有一個盾 跟一堆小怪 先不說能不能清乾淨的問題啊 就單論逆轉局勢還是有些用處的 本身還是盾 場上的小怪也就不這麼容易被解掉啦 當然如果是AOE就呵呵 就單論針對鋪場型牌組還是有一定強度的 雖然如果對面都散血就很尷尬啦 但是畢竟本身是個盾嘛 應該還能再撐一會兒 但如果遇到那種沒回合就只打一張大怪的牌組 就會有點尷尬 畢竟只要地方是7血以上 這張牌基本就截不掉了 因此這張牌的結場效益高不高 就還得看環境才能定夺啦 強度上還得再觀望觀望喔 高貴的貓姐妹 賤羅和賤馬 本身體質323 能力是入場的時候選擇一張賤羅的惡作劇 或者是賤馬的凝視到手上 賤羅的惡作劇 二費的法術牌 可以給予一個敵方衝著兩點傷害 還可以回復主戰者兩點 以兩費法術牌來說 能結場加補血是非常好用的一張牌喔 是一張可以增加妖精續戰力的牌 應該會非常的好用 賤馬的凝視 一樣是二費的法術牌 能力是讓一個敵方衝著 在對方回合結束前 減少手牌藏術等量的攻擊力 也就是一招緩兵之際啦 畢竟只有一回合的效果 可能就不是這麼的使用了 雖然可以用來無損的換掉 對方殘血的強力大怪啦 不過畢竟這類牌比較少見 有鑑於他的費用會比其他牌來的低 應該是能發揮一些功用的 總的來說這張牌算是可以考慮放入購足的牌喔 雖然目前抓進來的牌沒有特別的搶眼 但是畢竟費用都偏低 可是能拿來增加使用的張數 兩張牌都是能力超過費用消耗的 還算是不錯的牌喔 接著是天賦的射手 沒體啦 本身體質443 能力是交戰的時候抽一張牌 進化後會虧一點體質 但是會給予一個敵方的衝著手牌張數的傷害 是一張能進化補牌和雙劫的好牌喔 交戰時的能力表示 無論是在攻擊對方的衝著 還是被對方的衝著攻擊都能抽牌 除非對方用法術牌來炸啦 不然基本上就等於至少抽兩張牌 真心非常好用 估計會是妖精必放滿的牌喔 神劍的射手 蘇提拉 這兩張牌應該是姐妹吧 但能力也差太多了吧 本身體質443 能力是入場的時候抽一張牌 進化後虧體質 但會在攻擊的時候 寄以敵方全長一點AOE的傷害 這種進化只會一點AOE的牌 也介紹過不少啦 基本上都不怎麼使用 雖然會抽牌不虧 但是進化後也只有四體 基本上也不怎麼夠用啊 到了後期只能抽一張牌的白板 也不能做什麼啊 所以個人覺得它是一張不怎麼使用的牌喔 消滅巨熊 本身體質866 自帶潛行 在潛行狀態下進行攻擊 就會降低敵方全體衝折的一攻喔 感覺就是大一點的吸益 但是呢 費用真的是太高啦 雖然六體的潛行 實在是不好對付 場面壓力是有的 但是巴菲只打這一隻 除非前期很成功的強盜血啦 而且戰況良好 否則對方應該會借機扭轉戰局喔 而且只要下個盾 就能降低大多數情況下的威脅 前期抽到也超卡手的情況下 個人其實並不怎麼看好他 CE強在費用低效益大 前期丟更難解掉 這張牌消費大後期處理方案更多 實在是不適合在天梯裡面使用啊 但在2pick裡面應該會有一定的強度喔 庫姆守衛 本身體質536自帶守護 加體質的時候隨即給敵方呢 一個從者一點傷害 其實之前也出過不少加體質就會有特殊能力的從者 但是現在基本都見不到了啦 主要原因是因為妖精BUFF體質的牌真心不多 更確切來說呢 妖精的BUFF體質牌 給的能力都不高 不然就是只有一回合 不是說不強 只是後期只有這樣是真的不夠的 所以基本上就成了快攻的班底罷了 再加上一回合能BUFF到的次數其實不多 能力也不能發動多少次 但是呢 這一次的情況有些不一樣了 有了星紅卡 可以知道大量的BUFF牌 絲線 在後期可以靠這一張牌 刷絲線的使用次數一邊結場 也會變成越來越大隻的盾喔 配合起來會是相當強大的存在 所以這張牌實不實用 就得看接下來的環境和這兩張牌的配合難度啦 個人估計是在天梯上可以玩一玩的牌族喔 惡魔之花本身體質221 能力是使用兩張牌過後打他 就可以破壞敵方藏上一張護符 算是很針對的卡片喔 畢竟他的破壞護符難度並不高 而且護符猖獗的前提下是有一定功用的 但畢竟只是破壞而不是消失 會觸發護符的謝幕曲能力 用處就會比較低了 本身算是在奶炮 或者是其他強力護符當道的期間 可以用來制衡的牌 不過其實不玩針對的話 這個能力也不好發動就是了 所以實不實用 就得看環境的護符會不會很猖獗啦 真俊仁本身體質323自帶前行 怎麼感覺前行妖精的牌組就快出來了呢 算是一張快攻前期還蠻好用的牌喔 三血前期不太好解 是非準時旋律的話還是很強大的 不過在後期可能就會沒什麼作用啦 畢竟打出來蹲一次也做不了什麼 後期隨機殺和AOE相當多的情況下 基本上三血的前行也沒有什麼用 三費沒有什麼強大的能力 費用算高不適合拿來刷使用次數的情況下 這張卡應該會是10打10的快攻牌喔 像格里拉妖精本身222的白板 暴能5的時候會舉一個自己的從者加1加2的效果 並回復主戰者三血 能力比較一板 雖然不虧體質的情況下當個白板還不錯 但是如果為了增加續航力 二費的情況下還不如放小豬 暴能5雖然buff的不多 但回復三血很不錯 但是嘛 5費場面就這樣會不會太少啦 感覺這張牌各種能力都有一點 讓定位變得有點奇怪啊 首先以快攻來說 5費放可以群buff的小夜人 絕對會比這張來的實用 雖然做一回血手段是不錯 但是撐不起場面啊 這個夾體質的能力如果換成是給盾就很強大了 可是就只有buff體質感覺就很不夠用 逆風的時候不太能逆轉戰局 順風的時候不能繼續維持局面 感覺就不是特別好用的一張牌哦 最後是沉眠的精靈之身 是一張1費倒數2的護符 能力是回合結束的時候加一張精靈到手上 感覺就有眼睛之身重疊了呢 重點是人家還有象徵性的 在破壞的時候打一發一點的傷害啊 這張牌完全沒有了 那如果使用了兩張牌以上 這張牌就可以選擇變成妖精的大合遷 或者是妖精的蘇醒 妖精的大合遷也就是1費倒數2的護符 能力是在回合結束的時候 隨即使一個敵方的重者不能進行攻擊 感覺就是沉睡之身的重置版嘛 就費用比較低一點而已啊 但如果新環境有不少大怪的話 這張牌就會有一定的使用度 如果對上鋪場型的牌組 可能就會比較無力啊 妖精的蘇醒一樣是1費倒數2的護符 能力是當敵方的重者攻擊主戰者的時候 會受到一點的傷害 這就是洛華爾法的食人花園嘛 算是稍微的能克制鋪場型的牌組啦 但其實效率不會太大就10了 畢竟鋪場型牌組也很少有一體的啊 這張牌算是把精靈的3張護符合併在一起哦 對環境算是有一定的適應性 是一張挺多功能的牌 不過個人覺得能力都不算太強 除非是有非常強勁的大型重者出現 那妖精的大合遷就會有用一些 否則其他兩張牌其實不怎麼的實用哦 最後照慣例來緬懷即將失去的卡片吧 首先是天衝戰士 快攻用牌基本上都在無限制出沒 退了沒多大影響 藤曼魔彈一樣是快攻牌 而且目前都靠阿蕾亞拉出來 退環境的也沒差 叢林守護者 妖精的收頭手段之一 也能拿來當盾 對妖精的續戰力和後期的收頭能力 都有很直接的影響哦 她的推環境算是挺傷的 艾玲能奶能防 巴菲還能補進化點的牌 是妖精撐到後期的關鍵牌哦 退了直接讓妖精6到8費的續戰力 出現一定的難度哦 算是相當的上啊 妖精女王精靈奶量最大的奶媽 雖然放的人其實不多 但絕對是能增加妖精續戰力的一張牌 退了也挺可惜的 最後是一種 一拳超人 由於出場就會被針對 基本上就是當娛樂牌組用的啊 退了也就還好吧 整體而言這次的退環境 對妖精真的是很傷哦 畢竟妖精能撐到後期的關鍵 艾玲直接被砍了 那強大的盾牌 還森林守護者也被砍了 中期需要一個很強力的從者 去讓妖精能撐到後期 畢竟指定區基本上不能打快 撐不到後期基本上就等同於 判了妖精在新環境的死亡哦 雖然星卡都沒有能力能頂替艾玲的存在啦 畢竟艾玲的能力本身也很吧 以目前星卡看來能頂大量的 可能是賽爾文 但他的實用性 或是說能撐起來的程度 還是一個位置 那我們就只能看看在新環境裡面 妖精能不能度過這個難關啦 好啦 以上就是妖精星卡的個人點評 跟退環境的潛見 我是秋天楓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在下方按個喜歡 也可以分享給你覺得可能會感興趣的朋友 想繼續看也可以按訂閱 那就這樣囉 大家掰掰 好嗎 好嗎 還有